中华官第十九次議員改選中在年代議行受到大環境影響 中有很多位行人專案報道 和很多位政黨新秀由於導臨議議員的選擇 其中在第一選區中华区部分 就因為參選架子由民進黨中华官東部進行電圍民調 民調結局在立場出路 由新選的人代表民進黨參選後代第一選區管議員 以裝生漢就是這次民進黨中华官第一選區 初選民調第一名的議員參選人 在民調結果公佈後 他除了感謝鄉親的支持 也表達的繼續努力 爭出年代勝選 民進黨中华官東部主委吳靖安表示 提名依照民調結果進行 選官被管議員選區和一個原住民選區當中 中华区和田中區募集中都有幾十個輔助補中名壓力 的確定提名人選 在這次所公佈的中华区民調當中 民調上官的是中生漢0.45% 林維浩0.35% 李生濟也是0.35% 葉孟佈0.32% 楊富君0.28% 黃建宏0.26% 選擇這五名卡丁可以提到民進黨 提名參選 今年年代的管議員 我們早上中华区 也就是中华官的第一選區 這個議員區 我們民進黨 我們提名是6色 那有6個來定期 6個中男女一定有1色的婦女保障 所以6個來定期 10個已經有做民調 做民調的結果 6個差距中非常非常少 我們黃建宏非常優秀的黃建宏 他是以0.02差距 非常小的一個差距來落敗 我相信我們民進黨就是這樣 在這個初選當中 大家非常認真、競爭 大家也非常優秀 民調之後正式的民進黨會提名 我相信民進黨是一個非常團結的政黨 不論是我們鄉頂市長出現 還是說我們憲議員的出現 我們憲黨部一定會全力以赴來服選 一個合作的政黨 我相信大家會受驚 希望我們在我們今年度的五合一選舉 我們民進黨在彰化線 這個部分可以叫出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成績 在中華市長部份是由臨性恆性選 保養鄉頂部份是由謝裁方提到提名